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双动力F22两用机型 一个含道板,一个是这个螺旋桨板 螺旋桨的呢,它就是把这个含道这个两个盖拿掉 两个盖拿掉,这样的话螺旋桨就可以完了 含道的是把这个电机座拿掉 加两个盖桶,加两个盖桶上去 就可以玩含道了 含道,含道是电池是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啊 含道,含道板的,含道板的电池是在这个位置 以前面这个档板,泡沫档板为例,为准啊 这样放,就是含道的电机 电池放在这位置 这个舱是叫接收机舱 全部放在这个位置啊,也可以装飞控 螺旋桨板的啊,螺旋桨板的 好多摩友买到手里面,说飞机机头重,不好飞 实际你把这个电池位置摆放的位置不对啊 2200为例,这个电池呢 2200到2600之间都可以玩了啊 把螺旋桨板呢,把电池塞进去 塞到里面,这里面有个小小泡沫啊 是个底板,底住 底到头之后把按下去 可以按下去啊 2200可以按下去 看见没有,直接就按下去了啊 按下去之后呢,这个盖就可以盖上了 这样就这样啊,很简单 螺旋桨线还有一个电机电条线 从侧面,从侧面进风口道拉过来 这也可以用手指头把这个底一个洞啊 推一个洞,把这个连接线从这拉过来 含到板的呢,可以线从这直接过来 线可以直接过来啊 看着我们这个螺旋桨板呢啊 就是这样,电池按下去 看着没有,仔细看一下啊 电池拉上来 抽出来 2200的啊,2200的啊 然后推进去 推进去 推到头,按下去 看着没有,直接就按下去 这个地方很大啊 盖上,这是螺旋桨板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飞机起飞 说这个使劲拉,起飞不起来 有,有一个原因就是 闷这个,拉这个舵啊 升降舵 升降舵 我们套一个管在上面啊 也可以把这个 它这个原配的钢丝加大 加粗 要是没有加粗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拉杆 把这个拉杆啊 把这个拉杆啊 把这个拉杆 套一个管在上面啊 碳纤维一个 一个4毫米的管在上面 要是说没有,没有碳管呢 我们可以 我们没有碳管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办呢 有竹签 用竹签 放在这中间位置啊 套管放在中间位置 竹签按上去 肩上502 用棉线 圈一圈 一头圈一圈 放在中间啊 这个碳管放在中间位置 中间用这个竹签 加固一下 这样呢 它中间不会 不会打兜 都不会弯掉 这样情况下 我们这个升 升降座这个灵敏度 就增加了 杆道上 我们就配配这个杆啊 杆道我们可以配的杆 螺旋桨板呢 我们必须都要加上这个杆 不然的话 拉升的灵敏度不够 好多摩友们都说 这个飞机飞不起来 这个原因 这个误区啊 还有一个就是误区就是 这个螺旋桨 这个螺旋桨 为什么要上翘呢 上反呢 再上反呢 一个是为了这个更换螺旋桨 更换螺旋桨 简单好操作 一个就是它这个飞机飞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上反 上推 上反推力啊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螺旋桨 上反的情况下呢 飞机你是平时降落 还是怎么样降落 都是损坏不到螺旋桨啊 损坏不到螺旋桨 好 我们这个误区 目前就讲到这里啊